校服这个东西,相信是很多人都穿过的吧? 不对不应该是很多人,是基本上所有人都穿过校服的吧? 现在为了防止攀比,基本上的学校,都是要求他们穿校服的。 而且说实话,一般来说,校服穿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的。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不同国家的校服吧。 中国的校服,一般来说,中国都是要求穿校服的。 而且中国的校服,一般都是以运动服为主,不分男女。 甚至有些学校函数都是不分的,一般都是以蓝白色居多。 当然了也有红白、绿白、全白、全蓝这几种颜色。 全国的校服也是有助非常多的相似支出的。 而很多学校,对于校服的管理还是非常的严格的。 日本的校服,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面,裙子最短的校服了。 最关键的是日本的校服是不管在什么天气,都是要求穿的。 所以日本的女生,为什么在冬天还能穿小短裙出来? 那是因为从小锻炼的。 英国的校服,绝对是世界上最正统的服装了。 英国中学的校服,一般都是 的西装皮鞋 的标配 非常的帅气 非洲的校服 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,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 那么,你们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呢?